刚才呢,因为网络断线哦,所以呢,我们 我们因为刚才网络断线,所以我们的live呢,又重新开 大家还在吗?因为今天网络不是很stable 所以呢,刚才呢,我们就跳线出来了 所以呢,现在呢,Auntie Sue呢,已经在 沾着我们的大冲蛋 然后我们这个已经是我们第二锅的大冲蛋了,有看到吗? Auntie Sue呢,很充分的利用我们的时间,煎好我们第一份的大冲蛋了 这个是第二份了,然后呢,刚才因为我们的网络中断哦 所以呢,突然间断线了,所以再次回到 大家的面前,现在呢,Auntie Sue呢 用很快速的方式,跟我们煎我们的大冲蛋 我们大冲蛋呢,跟大家在复习哦 就是加了我们的油,大冲下去炒,然后加一点圆 配调味,然后炒到七七八八的时候呢,我们才加入我们的蛋 很简单的,就用我们Grap Tea的蛋呢,打下去呢 然后这样子搅拌啊,就这样子蛋花放下去煎 就可以了 有没有很容易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Auntie Sue呢,在煎着我们的大冲蛋的同时呢 我们的东样鱼的鱼啊,现在也在炉火 炉土的,在它的油温 慢慢的煎到熟透为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ue 放下我们的蛋,然后继续这样子煎它 然后我们放红盘哦,Auntie Sue要表演它的绝技了 就用我们的盘,翻,嘿 哈,有没有觉得Auntie Sue的这个绝技呢 非常的熟练,有大厨的风范哦 可是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在家自己这样子翻哦 因为非常的危险哦 除非你本身啊,已经有很多年的厨艺经验哦 你才这样子翻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时间看下我们的大冲蛋的颜色 这个煎到很漂亮哦 然后呢,我们的鱼呢,现在呢 刚才煮到一半已经差不多也要成盘了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时间给Auntie Sue一下 哥哥,你又回来了 刚才电话给那个网络线不好 所以呢,它就cancel掉我的那个live了 哈喽,哥哥已经上线了 咪,重新再上回线了 不好意思Auntie Sue的粉丝们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ue的大冲蛋 已经煎到七七八八了 也看到我们的鱼啊,也煎到七七八八了 这个是我们第三个round的煎鱼啦 然后继续让它煎,煎到呢 金黄色,就可以成糖了 哒哒 有没有发现Auntie Sue教我们煮饭呢 轻轻松松就把一道道美味呢 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ue是不是感觉到它焊流霞背 所以记得哦,每一道菜的背后啊 都是辛苦的泪汗水换来的 所以呢,当大家在每一位 呃,有每一个爱你的人煮饭给你吃的时候啊 记得要把它吃完哦 不要浪费 因为呢,煮饭呢,真的是一件呢 靠准备的事情哦 你还要洗干净你的鱼啊,切鱼啊 把你的内脏呢,鱼的内脏全部清洗干净 过后呢,沥干 沥干过后呢,才可以准备下我们的油锅里面炸 一样的,我们的大葱蛋呢 回来的时候呢,买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圆圆的 你要清洗,然后切成片状 然后才可以这样子 我们美味的大葱蛋成盘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时间给刚才没有看到炸鱼的朋友们 因为看到我们的鱼现在的颜色炸到很漂亮 炸到这个颜色哦,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Auntie Sue哦,现在呢,已经是很熟练的用了我的家的厨房来煮饭哦 然后呢,一分钟熄锅是Auntie的特色,有没有觉得很快 Auntie Sue呢,现在呢,要继续炒什么给我们呢 我们的什么 乌龟豆哈 OK,这样我就帮Auntie Sue炒啦 反正我已经炒过几轮乌龟豆了 那个龟豆了 登登 给大家看一下 我正要炒龟豆给大家看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我们的油 适量就好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油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 妈,这个要这样的炸到了吗 炸到了吗 炸到了吗 就把我的这个浆鱼籽呢 下到碗下去 然后呢,记得呢 Auntie有讲到哦 水不要下碗哦 因为呢,你下碗水的话呢 等下你的那个油就会溅起来 我再提醒一下 妈咪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 去爆香它 去爆香它 就这样子去爆香它 你们有看到 然后呢 就这样子爆香它 到呈现金黄色 应该是看不到视频耶 等一下啊 帮你们拿着视频 你们比较容易看 好,看到吗 Auntie Sue Auntie Sue的鱼 给大家看一下 Auntie现在呢,她去顾她的鱼 然后呢,我帮Auntie顾她的那个鱼豆 就这样子 我们加了我们的油 姜鱼籽下去呢 我们就这样子爆香它 然后呢 它煎到差不多呈现金黄色 像这样子金黄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快点去拿我们的鱼豆了 妈咪,鱼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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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下我们的鱼豆 这样这样 倒下去就可以了 你们很快叻 然后呢,下了我们的鱼豆 我去帮Auntie Sue 继续炒啦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炒呢 炒到它差不多全熟 大概炒多一分钟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加我们的盐了 哇,我最喜欢吃鱼豆 妈咪哦 学你烈腿吧 这个很好吃 妈咪哦 每次哦,做不良的吃饭呢 就是在镜头前面呢 练铁杂杂 所以呢 千万啊 尤其是新手们呢 千万不要学哦 因为呢 Auntie Sue是有练过的 你们千万不要学Auntie Sue 在镜头前面 学铁杂杂 真的是很危险 你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 我本身呢,很喜欢吃鱼豆 然后呢,只有炒鱼豆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加一点水 然后Auntie Sue说 为什么我们炒鱼豆的时候 我们要加水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水分 然后我们大概炒一分钟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盐 和味噌调味啦 妈咪 我的鱼豆 会跳槽耶它 要干什么哦 这个教你什么 炒菜还是要斯文一点 哈哈哈哈 对了,你看我炒菜这样煮 水不要学啊 这个是来偶尔偶尔哦 示范一扇下 看Auntie Sue的学服啊 然后我们现在加了我们小碗的 拌小碗的水一点点 适量就好啊 Auntie Sue讲 不要加太多水 适量就好 然后呢,我们就炒到它熟透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到 我学了28天 感觉炒起来很像有主厨的feel哦 这个还可以加一下加一下的 所以呢,下次啊 朋友请我去他家做客 我就炒菜给你们吃就好 因为我有跟Auntie学了28天啊 所以呢 应该呢 整个炒菜的那个感觉啊 应该都是 还有和Auntie的水准啊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呢 帮Auntie这样子炒 有没有听见到 我们的炒菜的功夫 全部都进步了哦 已经学了整28天啊 今天第29天啊 就是来验证啊 Auntie的学徒们啊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在这28天充分地学 学到真功夫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菜豆呢 炒到七七八八啦 应该是我在测试一下 也没有出哦 我们就这样子 动一下 咦,还没有 你要炒得一下 动一下呢,下去啊 它分开的话呢 就证明它已经熟透了 咦,发现我炒得比Auntie好多 Auntie没有拌下去了 Auntie没有拌下去了 哈哈哈哈 他不顺手啊 他不顺手啊 还是他才不会拿 为什么Auntie每次炒菜的时候哦 他好像没有翻到那个菜正耶 然后我们这样子 嘻嘻巴巴的 我们divedive一下 熟了啊,妈咪熟了 熟的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盛盘啦 有没有觉得 炒菜很容易学 我们就加了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浆鱼籽 爆香后呢 然后呢,我们才加入 我们的浆鱼籽 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啊 我们才下我们的贵菜 爸爸你弄了,我猜到 然后呢 我们就让爸爸盛盘一下 爸爸第一次在我们镜头前面 盛盘 在我们的盘里面 将将 爸爸帮我把炒好的 贵豆呢 盛盘在我们的碟子里面 所以呢 其实呢,我觉得炒菜呢 也是一个团体活动哦 以后呢,可能team building的话呢 可以改为煮菜了 不用特地跑到去爬山 涉水的 爬到这么累 所以呢,煮饭 其实也是个很累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以后呢 不需要特地跑到去山高 野岭的那边做team building 就在家里煮饭也是可以做team building啊 对不对 然后又可以把煮好的饭吃进肚子呢 一举两得 妈咪哦 妈咪讲,嗯,我们上次去cruise的时候啊 你知道妈妈要极夸张吗 妈妈一天吃至少六只到八只的 然后也是因为吃 然后呢 你知道哦,team building要怎样吗 爸爸还帮他去排队耶 手上还没有吃了 爸爸还帮他去排队 你们觉得,温馨的画面 妈咪现在呢 已经把我们的 当当 我们的鱼炸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继续炒我们的下一道菜哦 继续帮阿姨炒 你们不要嫌弃我炒的菜不好吃哦 因为呢 我很少煮哦 所以也是在这20多天呢 来跟Auntie Xiu学习的 来偷思偷思一下 可是我发现到 会煮饭有一个好处耶 以后去旅行的时候啊 也可以在家煮啊 你知道也是我去那个 欧洲旅行的时候很辛苦耶 我和他们还特地住在那个 China Town的旁边吗 可是哦 我吃了两天了 那个fish and chico 我经济很闷了 我还跟Gregory讲 Gregory 为什么这里的人 每天吃吃也去吃不怕的 man 不是吃fish就是吃cheap的哦 我是觉得 他说你好吃啊 他说你好吃啊 妈咪问题是你敢吃10天耶 要给他我吃你吃 妈咪讲看到妈妈去New Zealand 妈妈讲她去New Zealand也是这样吃耶 好够吃了吃的 妈妈讲好够吃的 然后哦 我还看到我的 那个Europe的朋友啊 还介绍我 整个那个 我们每次吃的那个FanFresh啊 他们当做饭来吃的 然后我吃了我跟你讲 我自从那时候吃了一次过后 我重来哦 不敢吃了地去买FanFresh来吃 因为我觉得 吃potato把它当饭吃 我觉得有一点难接受 我还是比较prefer吃中餐 然后当然喜欢吃西餐的朋友啊 像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西餐的美食 也可以tag我们 我们向你学习 大家在家MCO的同时呢 互相切错厨艺 然后我现在呢 要为大家呈现 怎样煮我们的 当当 我们的什么 怎样煮我们的 哎呀 炸菜 炸菜 我们叫炸菜啊 那时候阿贵叫什么 三宝菜 我给你帮我妈咪的菜呢 取了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现在等它滚 滚了过后呢 我们就要放我们的炸菜下去 嗯 记得你的那个水里面呢 要加一点油哦 这样你煮 你等下烫起来的那个菜呢 阿贵就讲 就不会变成黄色的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我们的水呢 继续煮沸它 煮沸它过后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 当当 加入我们的菜啦 然后我现在呢 看它滚了没 还没有回来 还要一点实现 然后我们同时间呢 我们的鱼已经炸好了 看到吗 我们的鱼炸好了 有没有觉得这颜色很 疗愈很漂亮 有吗 很漂亮吗 然后我每天呢 都是拿着那个美食 对着我的相机 哎 对着我的那个电话 我电话现在拍最多就是食物了 因为去哪里啊 去旅行啊 也是拍很多食物啊 妈咪 Kelvin讲 这么快又到年三十了咯 是咯 Kelvin 过下来的十三天 要写什么啊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我们总共要过四十二天 那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鱼弄好后呢 我们就要烫我们的菜啦 然后我现在看一下 这个菜怎样了 妈咪 水应该差不多要放水了 等它滚 要等它滚 Auntie就讲 这个水呢 要等到它滚 才可以拌 会碰啊 不是我会讲 在这边滚 哦 会啦会啊 我觉得 那个油倒 那个油还可以变成你的那个 鼻子油 它会碰 它会碰啊 它会长长的 哦 然后我们现在等我们的水呢 滚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汆烫我们的菜 然后记得在你的水里面呢 加一点油 等下你煮起来的菜呢 就不会黄黄的 今天我们就炒炸菜给大家看 炸菜给大家看 等下又从厨艺开始倒数啊 我没有讲 今天三十了 等下明天又从厨艺开始倒数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 等我们的汤滚的同时 看一下我们今天炸菜有什么 萝卜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 包菜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那个 玻璃 然后呢 下去煮它 就可以了 是咯 Kelvin 现在年三十了哦 很像要倒数过年哦 今天三十了 今天是二十九 明天是三十 所以呢 四十二天在家 反正都挨了二十九天 大家继续吧 继续十三天 时间很快就过了 然后我朋友讲 Auntie加油 继续 加油 继续煮给我们吃 Auntie不要加油胖 Auntie加油 Auntie再加油 他讲他就肥了 Hello Mr. Hong 今天呢 我们呢 刚才煮了大概 已经煮了大葱蛋 煎了我们的鱼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汤煮沸过后呢 我就示范 我们的菜给大家看 烧啊烧啊小心啊 然后我们已经煮沸了 然后可以倒了 妈咪 妈咪你的那个捞 你捞那边我放那边它 快点拿掉 快点拿 再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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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Auntie秀呢 用这个啊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 简单的汆烫它就可以了 你们觉得 其实煮饭哦 因为想象中不那么难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子放下去 在我们已经煮沸的水里面呢 加一点油 所以我们等下煮起来的菜呢 就会滑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让我们的菜继续汆烫 妈咪这个菜要汆烫多久呢 让它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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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 它会变色 让它变色 然后我们继续等 然后这样我就不要动它了 动它都不要动 下面 哦好像下面会熟啊 下面比较熟啊 然后继续这样 这样子呢 从下面翻上来 下面也是不一样 下面再翻上来 然后下面呢再翻上来 然后下面呢再翻上来 就这样子 只要不让它煮 要煮大概80%熟啊 还是煮到熟透 你煮了它会熟 你这样知道它熟呢 它会变白色啊 所以变白色 哦这个会变透明 哦这个筋会变透明色啊 很地秀呢 他讲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是白色的对不对 等一下它变成透明色就是熟了 妈咪 这样我们就开刀 我这样子煮它就变色 然后有些人他们没有烫的话 直接拿去炒可以吗 可以啊 用慢火炒不要熟 用慢火炒不要熟 那Auntie Sue是要快速的 所以呢 要继续用我们最快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那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ue 继续的为我们煮着我们的 当当 我们的包菜花继续烫它 给大家看一个比较靠近的镜头 那我们现在呢 我帮Auntie Sue呢 汆烫它的包菜花 跟萝卜 然后记得呢 在汆烫的时候啊 你的水里面呢 夹一点油哦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汆烫好的包菜花 就会黄了 妈咪 应该差不多哦 我觉得 是吗 那 差不多啊 那我们现在看Auntie Sue 要把它的包菜花呢 呈现在它的里面了 妈危险 我帮你弄 没看到Auntie Sue很熟练 比我熟练是不是 她一看就知道我是业余的 Auntie是全职的 一个职业性的主厨 跟业余的主厨的差别在这边了 哈哈 然后大嫂 你上来了啊 刚才是不是断线看不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汆烫好我们的包菜花 妈咪 那个Sancho的孩子讲 又来看你煮啊 哈哈 刚才他上一个那个Message有写到 可是刚才已经断线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焯菜花汆烫好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Broccoli 然后加入我们的扁豆 然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Corn 你会觉得 登登 很快是不是 然后我现在把Auntie Sue做一个动作了 就是帮Auntie Sue 搬一下她的那个Broccoli跟扁豆 因为她现在呢 我可以边讲话 边拿相机 边帮Auntie顾她的火候 三项 已经练好三项活动了现在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继续的让我们的Broccoli 扁豆还有我们的Corn 去烫熟它 烫了大概80到90%的熟度 我们就可以上来了 对对对 然后记得啊 刚才Auntie Sue有跟大家提到哦 下去穿烫的时候对不对 记得要记得加一点油 因为呢 等下你穿烫起来的那个菜呢 就不会偏黄色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穿烫好我们的Broccoli过后 我们就可以呈现起来了 有没有觉得Auntie Sue 轻轻松松就教大家煮饭哦 在家一定要开始动手煮了 Auntie Sue已经教了29天 Auntie Sue 这19天呢 伴着我们一起煮饭 然后呢 教大家轻轻松松在家煮简单的菜色 是不是觉得很感动嘞 然后呢 记得最重要呢 是你在家也开始动手煮饭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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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没有开始煮了 可以 锅琴啊 那个字多吗 一个炒字头一个金多吗 锅琴哈 是吗 妈咪 原来我们的华语不是很好耶 对啊 请 请哈 妈咪 你的粉丝又回来了 哈喽 大家现在呢 每一天的六点啊 都准时跟Auntie见面哦 Auntie Sue呢 也很开心很感动哦 煮每一道的好吃 给大家看 一起学习 烧啊 爸爸很烫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汆烫好的菜呢 等下我就帮Auntie Sue炒了 就像阿贵那天 Auntie Sue教她这样子 很简单的汆烫好菜呢 我们就炒我们的瘦肉下去配搭 然后我现在呢 要下去配搭我的瘦肉了 因为我第一次煮炸菜哦 大家是 嗯 就将就将就一下 让我小妹呢 来露两手哦 就觉得Auntie Sue呢 很熟练 现在 Auntie Sue 已经基本上哦 已经很会拿CAMERA了 然后就 我们现在放我们的蒜头 把Auntie Sue炒 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蒜 蒜米下去呢 爆香它 爆香后呢 然后才加入我们的 瘦肉 都是瘦肉啊 瘦肉下去 然后爆香到它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瘦肉一起炒 要炒完 蛤 可以拿 等下我们一人撕两块就可以看到了 有吗 你看到那个镜头哦 看不到 太眼了 太眼了啊 看你 看我啊 说看我 我只要你放去看看 嗯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 整个的 蒜米的镜头 黑黑 嗆嗆嗆 我现在继续炒它 炒它 再炒它 然后炒到呢 它呈现金黄色的时候啊 我都可以拿起来了 我都可以拿起来了 反面应该差不多耶 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放我们的瘦肉 瘦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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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炒它 然后让我们的 全部的瘦肉啊 呃 它均匀的分开啊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样子炒它 继续炒它 均匀的分开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菜 刚才炒烫好的炒下去 你就觉得很容易耶 然后记得哦 小鸡好 本头一直会碰哦 然后小鸡好 小鸡好 小鸡好 这样吗 看到吗 阿咪很重耶 阿咪真的是很重 阿咪真的是很重 真的是有重量的这个菜 给阿姨去了 这个菜真的是很重 真的是需要 有一点的力量的朋友 才这样子就有办法去 去帮它 真的是要有本身 要练一下手力 我相信阿姨是现在的脏肪 应该是很不错了 我们看 当当 我们的榨菜的颜色 有没有很漂亮 给大家看一下 靠近的镜头 因为觉得我们榨菜的颜色很美 然后现在呢 阿姨秀加了我们的盐跟味噌过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蚝油啦 有没有觉得 炒菜很容易 所以你在家也可以轻轻松松 在家炒起菜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子 炒半斤匀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上盘吃饭啦 当当 有没有觉得很容易 这炒菜很容易炒嘞 我们继续翻炒它就可以了 所以呢 在家喜欢吃炒菜的朋友啊 不妨也考虑在这边煮这道菜哦 维他命西 丰富十足 而且呢 如果你本身啊 很喜欢吃 玻璃的朋友啊 还有Carrie for Broward的朋友啊 就是我们的包菜花的朋友啊 可以在家煮这道菜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蚝油调味过后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呢 妈咪现在要盘 要盘 要盘 大碗哦 我就用一个大碗来盘就好 拿一个大碗哦 那个 就是一个 白色的大碗 哇 爸爸 看不像 然后呢 看到吗 我们的量 至少足够15个人吃 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呢 最喜欢吃broccoli了 所以呢 喜欢吃broccoli的朋友 也可以这样子 在家简单轻炒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准备好我们的盘 让Auntie Shiu上菜啦 Auntie Shiu 你今天炒的榨菜的颜色很漂亮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盘 Auntie Shiu现在呢 已经汗流小背哦 因为呢 我跟你讲哦 打灯哦 的温度呢 会让我们的厨房也是增高 所以呢 在家呢 因为Auntie Shiu想呈现呢 更好的画面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打灯 所以呢 整个颜色看起来 也没有觉得很漂亮 我们的榨菜炒好了 而且呢 青色 黄色 orange color 再加瘦肉的颜色啊 基本上呢 真的是 色香味俱全 绝佳绝配 绝佳 好了 我们的菜 这菜炒好的很漂亮 然后呢 我们现在Auntie Shiu要秀她的 一分钟洗锅 妈咪的一分钟洗锅 转转 妈咪这个菜是冷的还是是热的 蛤 热的啊 热的啊 怎么是很烫的 我不要帮你拿 那我们现在呢 Auntie Shiu洗好锅过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煮我们下一道菜啦 妈咪下一道菜 你要煮什么 煮冬羊 给你看下我们今天的冬羊的配料哦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小葱头 还有我们的姜丝 已经呢 已经中到呢 碎碎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煮冬羊要备用的一些材料 然后现在Auntie Shiu呢 已经放了一点油哦 放了油过后呢 我们就要放我们的小葱头下去呢 下去爆香它 然后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冬羊 大家也不陌生的 就是我们这个牌子啦 有没有觉得这冬羊牌子很眼熟嘞 其实呢 你在任何的杂货店都买得到这个冬羊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煮的冬羊鱼就用这个牌子 让大家简简单单 在家里能处到冬羊鱼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镜头给我们的小蒜头 小葱头 然后呢 加一点蒜米下去爆香 然后呢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姜丝 然后呢 这个是马拔干还中好的姜丝 然后继续呢 一起去爆香它 到它你已经嗅到香味十足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加入我们的冬羊啦 然后呢 妈咪呢很聪明的运用呢 我买的这个 最喜欢吃的chack 那个tomato 当当 我就偷吃一个先 然后呢 你弟兄很聪明哦 充分的运用它大的鱼 因为那个鱼的那个味道 也会流在那个油里面 那我吃了吗 鱼这个 你现在你买的 你买的 那我买的啊 那我吃啊 那我吃很硬哦 它是很软的 你自己买的有多到十足了 我吃 那我们现在爆香我们的小葱头 蒜头 还有我们的姜汁 然后下去爆香 嗯 那我扣了还不然扣完了 已经饿了 我现在吃着我的那个tomato 然后呢 现在爆香后呢 我们就下一个步骤 爆香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tomato 是吗 哎 加入我们的tom yam 这个 是哦 tom yam 在这边 我们的tom yam在这边 这个牌子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这个tom yam是谁拿来的 二姐 自己买的 不是啦 我没有买过这个 应该是二姐买的 自己买的 太tom yam 可能是米乌鸡 因为只有米乌鸡 喜欢吃tom yam 冬粉 我是帮你paste包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吗 地秀呢 爆香我们的小蒜头 我们的姜丝 还有我们的蒜米 然后呢 那个葱头弄好后呢 小葱头 爆香 我把姜丝弄一下哦 妈咪 你要快点哦 有点烧焦烧焦的feel了 没有它烧焦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这样子 用最快的方式 爆香它 爆香过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tom yam下去 爆香了 没有觉得姜丝 这道菜第一次煮 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姜丝呢 我发现姜丝很厉害炸鱼耶 每次她炸的鱼齁 都是黄金 黄金色很漂亮的 所以呢 在家有动手炸鱼的朋友啊 看一下你炸出来的pattern 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姜丝真的是很会煮饭哦 尤其是呢 她现在想到最简单的方式 教大家在家煮tom yam鱼 喜欢吃辣的朋友 你可以再加辣椒哦 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加辣椒 因为我们今天呢 就想吃完完全全原味的tom yam 然后我们现在等一下就加这个tom yam下去呢 去跟我们的香料一起炒 然后现在已经爆香到很香的那个 姜的味道也出来了哦 我已经嗅到很香的姜的味道了 你们呢 然后看到吗 就这样子 爆香汤 然后呢 我们就要加入我们的tom yam啦 Auntie Sue 我们就倒几汤匙叻 随意啊 2汤匙够了 2汤匙够了 我们看一下2汤匙怎样啊 这个真的是哦 看你个人要吃多浓 我觉得可以放多一点吗 感觉你的鱼 不够耶 因为我觉得可以加多2汤匙 可以加多2汤匙 对吗 然后我们tom yam鱼今天呢 第一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然后Auntie Sue呢 每次看到我冰厨有什么 她都会想办法呢 煮任何一道菜 美味的菜肴呢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呢 我发现Auntie Sue也是很creative的 我讲真的 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 妈妈这样子煮过耶 哈哈哈哈 因为哦 我妈咪煮的时候 我都不会在厨房的 我一定跑到很远去了 是回来吃饭的耶 然后因为现在不能乱乱跑 不可以趴趴躁 然后就在家 躲在家呢 看她怎样煮 然后顺便帮她做直播 反正我妈咪这样会煮 就帮她看直播就好 妈咪我帮你弄一下 看到吗Auntie Sue Auntie Sue的这个 东样的那个味道 很香耶 妈咪我觉得还可以 加一点辣椒下去 等下辣死你了 辣死我了 辣死我了 这样我不要夹了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 Domato Auntie Sue呢 可是我觉得你的 你的东样可以放多一汤匙 我觉得东样放 要酸死你了 会很酸咧 我吃一下 Auntie Sue是不是很creative 这样我给她想到 这样子煮东样鱼耶 我还以为东样鱼 是要煮那个东样汤 然后下去慢慢滚的 这样子炒那个量也是很不错 很好 够酸嘛 要加一点糖嘛 要 要啊 Miyuki 今天煮你的东样鱼叻 Miyuki最喜欢就是吃东样鱼了 所以呢等下Miyuki可能会加饭 那我们现在呢 加多一点水下去 煮到它勾芡就可以了 Miyuki要加一点盐哦 等下我们就酸甜酸甜 吃我们的东样鱼 然后呢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呢就是避免等一下我们的 Miyuki你吓到我了 Miyuki你吓到我了 我的糖哦 拿盐哦 倒给我放在我的茶里面 我吃 人家是吃Dao 我不懂是吃什么 哈哈哈 然后呢我现在呢 均匀的搅拌它 然后Miyuki就要测试味道了 看有没有酸甜 酸甜的东样味 OK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这样子滚它 已经呢 其实这个我已经嗅到很香的东样味了 喜欢吃东样的朋友啊 千万可以学习哦 千万在家一定要测试这个道菜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一点盐 加一点糖调味 听伯母讲哦 买的这个东样酱哦 太过酸了 所以他需要加一点盐来中和一下我们的酸味 OK应该差不多了 Miyuki再测试一下 可以可以 Miyuki现在要测试一下我们的东样有没有符合他的要求 有没有OK吗 还是酸啊 为什么这样酸呢 因为毛桃 毛桃要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煮甜酸甜酸甜的味道 就这样子加了一点糖 然后我们现在再继续加拌均匀 那Miyuki呢 等下就会测试一下那个味道 有没有 它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第一次看我的电话出一个 访问 他讲我电话太热了 因为我的电话哦 他会跟我讲 I over hit 了 哈哈哈 你要知道这个厨房哦 把那个相机啊 靠近你的炉啊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就大功告成了 妈咪你的东样鱼的颜色很漂亮耶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觉得这个东样鱼很美 那个颜色 有没有跟我们在外面吃的那个东样鱼的感觉很像 有没有 是不是很漂亮